美国和中国合资在苏州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氢化油加工厂 就是把这个普通的植物油加氢 油就变成固态 然后往里边加色素再加香精 就变成了氢化油 咱们这个早上 就是咱们现在吃饭的这个餐厅一楼 你们可以看看 它有它在奶油 巴探旁边有一个盒 上面写着植物奶油 植物奶油是什么 就是氢化油 而植物奶油里就有38%的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可以增加胆固醇水平 可以提高低位度质蛋白 可以诱发二型糖尿病 可以造成小孩胎儿特别大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很有害的 去年我们一个朋友要过生日 我说给他买个蛋糕去吧 我就在北京市跑了一圈 去了好多蛋糕店 我就问 我说你们用的什么奶油啊 还给我拿出来 我们用的是植物奶油 植物奶油是什么 就是氢化油 后来我发现 现在蛋糕150块钱以下的 全是植物奶油 咱们幸亏一年 才过一次生日 你要天天吃这玩意儿 你就吃出毛病来 今年 我们对北京的 所有的我们能找到的 这种食物 进行了一次调查 我们跟福州大学合作 这个文章已经图了我们国家的食品学报 我们发现含反脂肪酸最高的食物是什么 就是小孩吃的各种派 蛋黄派 草莓派 苹果派等等 它的里边的反脂肪酸 占到它脂肪含量的25% 还有一种高级饼干 叫 鹏化的叫做 华福饼干 那个饼干里边含到27% 那么 洋块餐也是一个大货 冰激凌 为什么冰激凌现在这么便宜啊 用的不是真奶油 用的就是 氢化油 纸纸末 蛋糕 饼干 全用在这 现在 所以在中国现在 这个氢化油泛滥 北京现在有个怪现象 谁家孩子考试考好了 家长准带他吃垃圾去 他就没想到 这孩子吃完他就傻了 他就考不好了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一般的脂肪 七天就可以代谢 但是 反脂肪酸吃到我们体内以后 代谢时间是 五十一天 所以 你想想 小孩老吃这些个 氢化油 他满脑子都是垃圾油 都是反脂肪酸 他能聪明吗 在座的女同志 谁要想不生孩子 有一特简单的方法 就是每天 到洋块餐店 吃一包炸薯条 就解决问题了 为什么 美国去年的研究发现 一包炸薯条里边 就有四颗反脂肪酸 只要每天吃一包炸薯条 就可以有效的抑制排卵 第三个 就是反日脂肪酸 是引起过敏的严重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这些脂肪 都进入我们的细胞膜 细胞膜不稳定 就造成过敏